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执行大型非战争军事任务 那么1202也是我国研究制造的军用大型运输机 于2013年1月26号首飞成功 那么作为这种大型的多用运途的运输机 是可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 执行各种物资和人员的长距离航空运输任务 那么于之前我们看到的现役的1276比较呢 运20的发动机和电子设备其实是有了很大的改进 那么载重量也有提高 在一些短跑到起降性能是非常的优异的 那么其实我们一直是在这里 称呼他的像是官方名称运20 但是网友也是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赋予了他 叫做胖妞 第六架运输机到达了 那么晚 能不能安排 那个更快的 好吧 那么都是 那我们都不须对 那我们都不须对 大家 corporations 那我们很可爱的 我们是 我们是 他要是 我们是 我们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的那么继续来关注现场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第六架的运输机已经降落 第五架是正在驶向它需要停放的地点 那么前面我们看到的这六架运输机全部都是运20 也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胖妞 那么继续来关注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现场的话 我们会发现在每一架运输机到达的时候 都会有一辆小车在前面为它引路 这样也是为了让这些运输机能够更快更准确的到达它所需要停的位置 好的第七架运输机已经到达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架运输机的机型并不是我们刚才看到了炮妞 而是之前一直使用的1276 我们在这一次的11架运输机当中呢 是采用了多种机型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运20 现在正在降落的1276 同时还会有运9 那么多种机型是将会一起到达武汉 参与这一次的运输任务 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其实很多网友就会一直的关心在前几次的人员运输 或者物资运输任务当中使用的都是1276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已经有6架运206架炮妞是到达了武汉 那么运20大型运输机呢其实是可以实现人机对话 那么这种200吨级大型多用途的运输机在国际维和战略投送等方面 大幅提升了空军作为战略性军种地位 那么未来呢可依托这个平台构建信息化的空中作战体系 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一次呢也是运20首次执行大型非战争军事任务 运20飞机啊是我国依靠自己力量研制的一种大型多用途运输机 可以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各种物资和人员的长距离航空运输任务 那么这一个机型的顺利研制并且正式列装部队也实现了 我国空中战略投送装备自主发展的重大突破 这也标志着我国航空设计制造能力迈上了新台阶 标志着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站上了新起点 昆蓬中战略列装中国空军 再 намettyş复制AST 的更加训分析 我800相比脾桥 微转門隖 好 高高高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第八架运输机现在正在降落 它同样是有157号 才用的是1246型号的运输机 那么这两架运输机将拥来160型号的运输人员 现在这个地方不急是吧 我现在给它换个方位转了一下 我看现在这边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飞机呢 都是已经 非常整齐地停在了西跑道上 那么在旁边等待转运的人员和车辆还仍然在等待着 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是已经有医疗队员从飞机上下来了 正在列队集合 那么今天呢是一共会有11架运输机到达武汉 这11架运输机呢 将会运送到共947人的医疗团队和74吨的医疗物资 这一次的人员和物资呢 都是用来支援太康同济武汉医院 好的 那么不断地有人员是已经从飞机上下来 正在列队准备登车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我们为了这一次 武汉天河机场呢也是将西边的区域通流露出来 飞机在西跑道降落后 可以在这里直接掉头停放在西滑行道上 方便医疗物资和人员快速地转运 那么在整个的人员和物资的保障中呢 天河机场也是调度了100辆大巴车 做各种的统筹安排 同时对人员也是合理分工 提高了来自全国的医护人员及医疗物资的转运效率 那么现在呢 无论是深夜还是凌晨 只要有应急物资到达武汉 那么立刻就会有安检人员 优先保障这批货物 及时开启货物到达出口 确保疫情防控物资能够高效顺畅地出口 这应该还可以 那应该还可以 好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飞机上的人员呢 是已经下飞机了 开始列队的前行 所以行李车也开过来了 马上要进行转运人员和物资 那么随着人员的集结完毕 那么行李车现在也是正在驶向西华行道 那么将物资转运上车 尽快地驶向他们所支援的地点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